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诊所去询问了 他说那怎么办 他说还要回去诊所看一下 我就觉得算了 好 这整起事件都从韩国开始 因为韩国有59起打了流感疫苗 就死亡的事件非常严重 新加坡反应很快 立刻宣布韩国制造的疫苗 还有塞诺飞疫苗 通通都暂停施打 因为其中有一款呢 韩国出示的是塞诺飞疫苗 我们也有塞诺飞疫苗 而且台中有一个51岁的男性 打了疫苗之后 引发了急性的多发性的神经炎 所以呢 哇 大家都非常的恐慌 不过疾管署呢 这个庄仁祥署长是说 其实研究都说啊 引发这个多发性神经炎 和流感疫苗无关 我们目前呢 因为没有这个直接关联性的证据 所以不会跟进暂停施打 但是呢 这个礼拜天呢 民众施打呢 和之前的周末相比 是直接少了一半 可见大家有多害怕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预防委员 所以政府是应该要更强而有力 让大家对于疫苗真正的放心 因为看起来 大家真的是会害怕 而且那如果说 现在大家都不打了 疫苗比较够的话 之前不可以打的50到64岁 是不是要重新开放 那新加坡做得很对啊 你先停下来嘛 然后看看原厂 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 他们可能继续要做一些调查嘛 你知道军机啊 常常摔一架军机而已 同型的军机全部下令 不准起飞 要去做检查 你看他交车 有时候出了几个案子以后呢 整个交车全世界呢 几十万都回场呢 回场重新检修呢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 人民的健康跟安全嘛 你就先停下来 看一看 别的疫苗先打 这一款先不打 所以新加坡会被人家赞美 说这个国家行政效率非常高 没有错 我们冠军家放心 吃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也没有关系 韩国打了疫苗 给我们不一样的批药 他们打了有事 我们打了不会有事 你放心 你叫人家放心 民众的反应很直接啦 就是我就不起打了啦 现在我们看到结果就是这样 好 所以说其实现在 大家确实对于这个疫苗 是感到担忧的 但是还有人对于其他东西 感到很担忧 那就是莱克多巴胺 昨天的莱猪工丁会像炮生融融 养猪学会 更是直接和立委杠上 是怎样要用这种 有赌的东西来给我们吃呢 是怎样不说啊 是怎样不说啊 我发现我希望你尊重我 是怎样不说啊 是怎样不说啊 你这是一个阿爸的人 国内都不可以使用 国内也没有这样子的产品 含有这个禁药 为什么可以从国外进口 含所谓禁药的产品进来 好 昨天猪农虽然说 和立委吵了起来 还被立委骂 但是猪农讲的其实 好像很多老百姓 确实是这样想的啊 就是啊 未未 明什么有毒的东西 为什么你要进口来给我们吃 我觉得从刚刚的公听会画面 你就知道有多夸张 现在民进党真的要把整个台湾 搞成一言堂 因为呢 所有的官员都告诉我们说 莱克多巴胺的猪很安全啊 吃多少都没有关系啊 可他们自己却又都不敢吃啊 然后呢 就说啊 猪农都没有意见啊 结果呢 猪农现在就 公开见证 打脸 这来自于云林的猪农 他就很乞的嘛 要说这个有毒的东西 你为什么叫我们吃 那你这是公听会 我们就是要让多元的声音呈现出来 更何况它是代表养猪猪农的 直接关系利益的人 这就是猪农的声音嘛 不是你陈吉仲主委告诉我们说 猪农都很高兴没有意见 猪农明明就很生气嘛 那猪农明明就很担心嘛 你民进党的立委坐在下面 这么多人都在讲话 你立委在讲话都没有人敢打断你 别人讲的话你不爱听 就说他黑白甘 两人都黑白甘 他就说你这个东西没安全 我不敢吃啊 那所以是什么人黑白甘 是民进党的这些官员 陈时中黑白甘嘛 那是陈吉仲黑白甘嘛 叫你们去查厂不敢去查厂 叫你们要有货号也通通不敢 然后所有的委员在咨询的时候 这些官员就是很傲慢 然后非常的滑头 然后呢就非常的轻挑的态度 那现在好啦 人家现身说法马上打脸 民党面子挂不住就要跳出来 制止人家讲话 不要让人说话 这不是方党而已 你是执政党 那这是他们来立法院的公听会 讲他们真正的心声 我们每天立法院 今天也一大堆 之前是教育团体 家长团体 今天是一堆医生 通通都来开记者会 都来说他们不敢吃萊猪 萊猪有多大的风险 萊猪不可以给我们的小朋友吃 萊猪对身体的健康 是有很大风险的 然后通通都要把这些封锁 然后要把中天关了以后 更没有不一样的声音了 台湾真的要变成一言堂吗 那台湾这样子 未来没有一样的声音了以后 那我们跟北韩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